从流浪在外,到掌握赵国的实权,张尔的人生之路发生了很大的坦率,然而幸运之神没有继续眷顾于他,他还是遇到了一个大麻烦,当各地的反秦武装封起云勇时,眼看已经威胁到自己统治的秦二世,只好派出张寒,镇压各地的起义军。 张寒果然能整善战,他几乎击败了各地的反秦义军,只剩在一个地方没有占领,这个地方就是张尔所在的赵帝,所以张寒就带领他的军队开始了对赵帝的围攻。 那么面对张寒的猛攻,张尔将如何应对?这场大战将给张尔带来怎样的麻烦呢? 张寒是秦国,原来是个少府,在秦国都城受到威胁的时候,秦二世受命张寒,让他派兵,带兵,去镇压起义军。 张寒呢,横扫反秦义军,把义军的所有重要的将领,全部打败,杀死。 最后,张寒看着把整个天下的义军都打光了,打完了,打垮了,只有一个地方没有占,赵。 张寒就带领他的军队到赵国来了。 到了赵帝以后,秦二世又派了一支军队, 就是由常驻守在长城的长城军团,由王黎来率领,长城军团的主帅,带着长城军团也到赵国来了。 所以赵国这个地方就集中了秦国的两大主力,一个是张寒兵团,一个是长城兵团,两大军团集合在一起,要打赵国。 张寒很会打仗,来到赵帝以后,他的打法是,首先,把邯郸附近的老百姓全部迁走,迁到哪儿去了? 迁到河内郡去,河内郡就是今天河南的交作这一带。 先把邯郸附近的老百姓迁走,第二步,把邯郸附近的所有的城,全部拆了,一位平地。 这叫什么? 这就是后来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, 这叫三光政策,交土政策,把人迁走,然后把城池给你整个毁掉。 这样一来,赵国的就被鼓励了。 赵王歇,就赵歇,和这个张尔陈渝就一下子被打垮了。 陈渝就隔到这个居住城外。 赵王和张尔就困在居住城中,居住就成为一个焦点, 居住今天河北的平乡就成为一个焦点。 外面是两大军团,围攻居住的是长城兵团, 负责给长城兵团做后勤保障的是张汉兵团。 所以这个赵帝就成为当时整个秦末大起义的最关键的一个地方了。 这个时候张尔被困在巨路城中,非常危险。 外面的秦军,人多,粮多。 困在巨路城中的张尔是兵少,食尽,粮食没有,兵又少,非常危险。 所以张尔在城中就不断地派人写信,通知在城外的陈渝, 叫陈渝赶快出兵。 陈渝被打散了以后,收据了几万打散的士兵,聚集了几万人。 但这个时候张汉军团是二十万, 而这个时候陈渝在外面只有几万人。 而从南边过来的储君也只有几万人, 事量都非常小,不敢打。 张尔是不断地催, 所以陈渝就一再地表明说我现在不能打, 打也是白打,白给,打是必死无疑。 最后张尔就急了。 据史书记载,张尔给陈渝说了一番很重的话。 武渝公为稳静交,武渝赵王淡莫其死, 拥兵数万不肯相救。 就责为陈渝,我和你是生死之间。 我和赵王是弹幕之间,就早晚之间就可能被杀死。 就这,你拥兵数万,不肯相救。 陈渝就很为难,陈渝要去打的话, 他几万人肯定打不过几十万的秦军, 白给,如果不去打,张尔就一段子催。 后来张尔派了两个将军, 从巨竹城中突围出来, 跑到陈渝的大营中间, 逼着陈渝出兵。 陈渝说现在要去出兵打的话, 那等于拿那个肉扔给那个极恶的狗, 扔给恶狗,一口都给你吞了。 这两个将军给陈渝怎么说呢? 哪怕咱们带着士兵到那儿, 全军战死了, 咱们以咱们的死表明咱们是信守诺言的。 陈渝最后逼了,没有办法, 说你们只要这样做, 我给你五千士兵,你去吧。 结果这两个将军, 张尔手下两个将军, 跑出来请陈渝发兵, 逼着陈渝发兵, 结果陈渝给了他五千士兵, 带着五千士兵冲到秦军的大营中间, 就是起了一点波澜, 五千人转眼之间, 全死光, 全部战死, 两个将军也战死了, 这两个将军战死, 埋下个大祸根。 当然, 后来的事情, 我们在前面都讲过, 后来发生了巨鹿之战, 项羽杀了宋义, 夺了军权, 然后派秦部渡河, 自己破釜沉舟, 断了王黎的良道, 然后天下的主后看见项羽打败的秦军, 骑下手, 把长峰军团给灭了, 把王黎给活摞了, 抓了王俭的孙子王黎, 长峰军团被灭掉了, 这个时候的话呢, 张寒的军团向后撤退, 巨鹿成的围, 解了, 巨鹿解围, 这是张尔一生中间, 遇到的第五次幸运, 本来他的巨鹿成中必死无疑了, 结果, 由于项羽的出现, 他意外的获救了, 获救以后, 张尔就给赵王歇就举行宴, 大谢所有来救他们的各路主后, 唯独对陈瑜, 这个不满意, 他问陈瑜, 你为什么不去救我们, 还问陈瑜, 我派那两个将军上哪去了, 是不是你们那两个将军给杀了, 陈瑜说那两个将军不听我的话, 非听你的话, 带着五千士兵, 冲到秦军大营中间, 全军覆灭, 张尔不信, 我不信他们自己会战死, 一定是被你陈瑜杀了, 这里边张尔就犯了一个大错误, 张尔错在什么地方了, 张尔错在, 你想想, 陈瑜要是真是杀了你手下两个将军, 那能瞒得住吗, 你杀了你手下的两个将军, 肯定有很多见证人呐, 他现在是冲到秦军军人战死了, 你不能怪陈瑜啊, 陈瑜有没有错了, 陈瑜有错, 陈瑜的错, 错在两点, 第一, 屈从出兵, 屈从于你这个压力, 最后是让这两个军带了五千士兵去了, 结果全部战死, 陈瑜如果不让这两个将军出去, 那五千士兵死不了, 这两个将军在, 张尔也没有责怪他的理由, 现在就责怪他, 抱怨他, 怀疑他, 杀害了这两个将军, 这是陈瑜的第一个错, 陈瑜的第二个错是什么呢, 两个人越说越生气, 最后陈瑜就说了这番话, 他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大将军, 我很愿意当啊, 你要觉得我很愿意当了大将军, 你始终不相信我, 我干脆把大将军交给你, 你去找个有本事人去干吧, 说完, 陈瑜把大将军印了, 从身上解下来, 往张尔跟前一放, 他就上卫生间了, 他一去上卫生间, 张尔身边有人就给张尔说了, 这是老天爷把将军印交给你的, 你要是不接受, 那是不接受老天的馈赠, 你要不听老天爷的, 你可以要将来吃大亏, 这一说, 张尔脑子一热, 就把这个将军印拿过来, 往自己身上一挂, 等到陈瑜上了卫生间回来, 一看, 将军印没了, 挂在张尔的身上了, 张尔收回去了, 把军权收回去了, 这一收回去, 陈瑜一赌气, 不干了, 回老家了, 他一走, 他手下有几百个人, 跟着他一块走了, 这是陈瑜的第二个错, 叫负气交权, 这一下子, 张尔给陈瑜两个人, 反目为仇, 原来两个人是稳定之交啊, 从生死之交到反目成仇, 张尔和陈瑜的关系, 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, 从此以后, 这两个人就分道扬镳, 直到生命的最终, 也没有化解矛盾, 然而更为细节性的事, 接下来, 他们的人生之路, 也跟着发生了, 翻天覆地的变化, 那么这个变化, 是什么呢?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, 是, 这个, 巨族大战结束以后, 张汉投降, 项羽带着张尔, 也带着其他旧赵的一些将领, 进入寒谷关, 然后主持分封, 项羽就封了张尔, 做了常山王, 把赵国一封为二, 南边这一块比较好, 封给张尔, 叫常山王, 把原来那个赵王歇了, 封到哪去啊, 迁到北边去, 封为戴王, 封鱼呢, 封鱼没有封, 本来封鱼给张尔的功劳相等, 换句话, 封鱼也有很大的功劳, 但封鱼吃亏在哪, 他一赌气, 一娇玄, 一回家, 没有跟着项羽入关, 没有跟着参加巨族之战, 没有参加完, 回去了, 所以最后, 项羽给封鱼封了三个县, 就让封鱼做了个猎猴, 张尔是常山王是诸侯王, 他是猎猴, 两个人差别就大了, 一个是王, 一个是猴, 封鱼的心里就特别不平衡, 所以当项羽分封了十八路诸侯王以后, 紧急着出现的第一个事件, 就是山东齐国的田荣叛乱, 田荣一叛乱, 这个封鱼就立即给田荣写信, 他说, 哥们, 你不满意, 我也不满意, 你这样, 我手下没兵, 我只有三个县, 你借点兵给我, 我帮你一块, 咱们共同打, 项羽对咱们特别不公, 这个田荣呢, 也是因为项羽没有封他, 他反项羽, 所以田荣就拨给一部分士兵, 给了陈鱼, 陈鱼带着田荣赠给他的齐国的士兵, 又带着他自己三个县的士兵, 对长山王张尔发动突然袭击, 这个突然袭击一打, 张尔毫无准备, 打了个大外战, 整个国家丢了, 整个国家一丢, 张尔考虑这怎么办, 长山王当不成了, 只有两个办法, 第一, 项羽分了我, 那我还去找项羽, 我的长山国家, 我不找你项羽, 你分了我, 人家给我夺走, 我还找你, 第二, 找刘邦, 张尔其实跟项羽刘邦交情都不错, 他跟项羽的交情是因为巨竹之战, 他俩是一个在内一个在外, 联手打败秦军的, 那么张尔和刘邦什么关系啊, 张尔给刘邦, 在秦末大起义开始之前, 也就是刘邦起义之前, 刘邦早就听说过张尔是魏国的大名人, 跑到人家张尔家里面住了好几个月, 在那白吃白喝好几个月, 张尔家有钱啊, 张尔平时没有钱啊, 不是娶了个富二代吗, 家里特别有钱, 就广蓝天下的宾客, 这个时候刘邦也去了, 听说张尔可以白吃白住, 他也跑过去了, 在张尔那住了好几个月, 两个人在反秦大起义之前都认识, 所以最后张尔就拿不定主意, 是投项羽好, 是投刘邦好, 所以他决定, 投项羽吧, 但他手下有一个人劝他, 别投项羽, 我观察天象了, 说刘邦进这个关中的时候, 五星, 金木水火土五星, 全部聚在关中之地的对应的星位, 星宿的位置上, 将来刘邦能赢, 咱还是投刘邦为好, 就这么一番话, 忽悠的张尔就决定投奔刘邦嘛, 原来打算投项羽的, 最后决定投刘邦了, 这是张尔人生中间的第六次幸运, 就是投奔刘邦, 当时刘邦干什么呢, 刘邦刚刚从汉中杀回关中, 在关中, 正在平定关中的, 攻打三秦呢, 张尔来了, 刘邦特高兴, 自己的老朋友来了, 特别高兴, 他早就知道张尔是个大名士, 自己的地位远不如张尔, 他两个人也都一样, 张尔被封长山王, 他被封为汉王, 他就在两家门当户队, 一高兴, 干脆把自己的女儿许给张尔的儿子张傲了, 所以张尔就和刘邦两家, 成了地地道道的亲家, 前面我们讲过洪文燕, 刘邦曾经给那个相伯两个人要约为婚姻, 就要结尾庆家, 那个是个政治需求, 是个政治手段, 后来没成, 真正成了是把这个女儿许给张尔的儿子张傲, 所以这么一来, 刘邦就收留了张尔, 张尔就成了刘邦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员, 而这个时候陈瑜怎么办呢, 陈瑜把张尔赶走以后, 把那个赵王迎接回来, 让他做赵王, 赵王分感谢他, 就封他做代王, 代帝的代王, 他俩俩换了个个儿, 陈瑜做了代王, 但是不去自己的国家, 在这辅佐赵王, 赵王赵歇良就守着这个赵国, 哈尔年刘邦东征的时候, 曾经要求赵国出兵, 一块去打项羽, 陈瑜提了个条件, 要想叫我出兵, 去打这个西楚霸王项羽的话, 只有一个条件, 汉杀张尔乃从, 什么意思啊, 你们把投奔那个张尔给杀了, 我立即跟着你们一块去打, 刘邦也会想办法, 刘邦当然不可能杀张尔啊, 他两家儿女亲家, 怎能把他亲家公给杀了来, 他找了一个长得特别像张尔的人, 把这个人给杀了, 把他的人头装到个盒子里, 送给陈瑜, 叫陈瑜看, 我们把张尔杀了, 你看这人头, 这死人的人头送到张尔的这个陈瑜那, 陈瑜对这个人头看了半天, 觉得像, 相信了, 就派兵跟着刘邦一块, 打到蓬城, 后来, 项羽在蓬城大败这个刘邦, 等刘邦打败的时候, 陈瑜好像听说张尔还活着, 再看看那个人头呢, 当然那个人头保存的也不会太好了, 就觉得又不像了, 所以呢, 又反悔了, 不再跟着刘邦了, 又脱离刘邦阵营, 站到项羽这边来了,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, 陈瑜以什么来划线呢, 以张尔的死给活, 来决定我跟不跟你刘邦, 张尔要死了, 我就和你合作, 张尔要是不死, 咱俩就是仇人, 所以张尔的陈瑜彻底反目为仇, 当然这个事情的最后的发展是, 这是汉二年的事情, 第二年到汉三年, 韩信张尔带领军队攻打赵国, 在警刑大败赵军, 把陈瑜给杀了, 陈瑜最后是被韩信张尔所杀掉, 然后赵王歇也被杀掉, 赵国被韩信张尔拿下来以后, 韩信打了个报告给刘邦, 韩信打了个报告, 要封张尔做赵王, 刘邦就立即答应, 张尔就真正做了赵王了, 这样张尔终于在汉四年, 成为赵国真正的赵王, 但这个时候的赵王是刘邦封的, 原来项羽封他的叫成山王, 刘邦封他为赵王, 但是赵王张尔坐上赵王以后, 也就走到他的人生镜头了, 汉四年他做了赵王, 汉五年他就病死了, 只当了一年病死了, 他死了以后, 他的儿子张敖就即位做了赵王, 他的儿子张敖是汉五年做了赵王, 从流浪汉到赵王, 张尔一生接二连三的撞上了好运, 只可惜他做赵王的时间太短, 刚刚一年, 命运之神就把赵王的位子, 交给了他的儿子张敖, 那么在张敖身上, 还会出现像张尔那样的传奇吗? 张敖的命运是怎样呢? 他的儿子就没有他爹那么幸运了, 因为他们这个张家所有幸运的事情都叫他爹赶上了, 他爹把所有的人生幸运都占了, 他儿子就接连串的遭到不幸, 第一件事就是他这个儿子汉五年做了赵王, 汉七年就遇到麻烦了, 汉七年刘邦去平定叛乱的时候, 被围在平城, 我们讲过, 被匈奴围在平城, 围得七天七夜, 等刘邦突围出来, 经过赵帝的时候, 赵王张敖对他的这个老丈人特别好, 就对他的岳父大人特别好, 他亲自为刘邦端饭, 端菜, 但刘邦不领情, 刘邦是逮着他这个女婿赵王张敖, 是经常骂, 骂到什么程度, 四八千没写, 史记中间自写了两个字, 很有意思, 叫利圣, 利圣就是骂得很重, 但利这个字不是一般的骂, 因为利的这个字在上面是个一二三四的四, 这个四在中国汉字的结构中, 很多这个四就是个网, 四就是个网, 你比如我们今天说那个罗网的罗, 上面不是个四吗, 所以这个字的实际上是个会议字, 什么叫利呀, 利就是把天底下所有骂人的脏话都集中起来, 然后骂出来, 这叫利, 这一利, 利出来一个大麻烦, 张敖是个很好的一个孩子, 他虽然做了赵王是刘邦的女婿, 丝毫没有什么傲气, 但是他手下那些大臣可不是吃白米饭的人, 他手下的大臣都是跟着张尔的几十年的人, 跟着张尔, 跟着他父亲的人, 那些老臣们看不惯, 觉得你刘邦虽然是个皇帝, 那人家不管怎么样, 他也是个烛火王啊, 你怎么骂起来就没完没了, 人家对你那么好, 你那么样的辱骂人家受不了, 所以他手下的大臣就商量好了, 要把刘邦给杀了, 他们要杀刘邦这个事情呢, 他们是因为气愤不过, 觉得刘邦不该这么骂张尔, 所以他决定杀刘邦, 所以杀刘邦第一步先告诉赵王张敖, 张敖一说绝不能干那种事情, 我的岳父虽然对我是这样骂了, 但是他对我们老张家是有恩的, 我们长乡国已经丢了, 是靠着人家这个高皇帝, 也就是靠着人家刘邦啊, 给了我们这个赵国, 才让我们重新有了自己的一个祝贺国, 所以高皇帝对我们家, 对我们老张家是有恩的, 绝不能杀恩人, 坚决不同意, 后来他那些大臣们在一块商量, 说咱们这个赵王啊, 是个好人, 是个大好人, 咱们以后咱别给他说了, 说了他也不同意, 咱们就自己悄悄的秘密进行, 事做成了, 好处都归赵王, 那意思是什么, 事做成了, 咱们让他当皇帝, 事不做成, 咱们承担责任, 然后这是高祖七年, 是高祖八年, 刘邦第二次经过赵帝的时候, 他们就埋伏了刺客, 准备杀刘邦, 我们讲过, 刘邦躲过去了, 临睡觉了, 刘邦突然间觉得心里头不太踏实, 问了问帝名, 觉得名字不吉利, 连夜走了, 躲过一劫, 第二年, 汉九年, 有人把这个事, 逛高的仇家, 把这个事就报告给刘邦了, 刘邦就知道了, 他没有想到, 他骂得那么厉害的那个女婿, 竟然是谋杀他的凶手, 是主谋, 他怀疑啊, 他就把赵王, 还有国相, 抓紧京城, 其他人一律不准来, 而且下了个令, 谁敢跟着赵王来, 一律灭三族, 结果赵王张敖手下, 竟然有那么十几个人, 把头发剃了, 穿上那个囚徒的衣服, 带一个铁链子, 表明自己是赵王的奴仆, 跟着一块进京, 逛高是被囚车压到京城, 压到京城以后, 这个就把主要审的就审贯高, 因为赵王张敖不能审, 为什么不能审他呢, 因为他是吕后的女婿啊, 吕后就这么一个女儿, 鲁元公主嫁给张敖了, 现在刘邦飞说他这个女婿是谋杀他的人, 吕后说了不可能, 吕后说他娶了咱们的女儿, 怎么会杀咱们呢, 不可能的事情, 刘邦反过来把吕后骂了一顿, 刘邦怎么骂吕后的, 刘邦这样说的, 他说你不想象, 那个女婿他稀罕咱们的女儿吗, 他要是把我给做掉, 得了天下, 当了皇帝, 他身边多少女人啊, 他还稀罕你那个女儿吗, 所以这个人, 尽管他是你的女婿, 他要谋杀我, 极其恶劣, 一定要查, 所以这事就一直传下去, 当然, 有吕后在中间, 挡架, 不能够直接刑讯逼供, 赵王张敖, 所以把所有的棍棒皮鞭都打到谁身上了, 打到那个相国, 挂高的身上了, 用了酷刑, 史书记载是三种, 第一, 棍棒打, 第二, 皮鞭冲, 第三, 用锥子扎, 棍棒, 皮鞭, 锥子, 全用了, 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呢, 史书记载了五个字, 身无可积着, 身上没有一块皮肤是完好, 可以再打, 就昏沉所有的皮肤全部打烂了, 但是这个广高就不改口, 始终坚持一句话, 这是我们干的, 与赵王张敖毫无关系, 所以这个口供和刑讯的情况, 写个报告, 送到刘邦呢, 刘邦一看, 非常感慨, 他知道一般的人都挺不过去, 刘邦就喊了, 这个广高喊出来一句话, 叫壮士啊, 这个人是个好汉, 别这样审了, 怎么审呢, 看看谁和他的关系好, 找一个给他私交特别好的人, 私下里去见他, 通过私下的拜访, 了解一下真情, 找来找去, 找到一个人, 这个人叫谢公, 这个谢公说, 他给冠高是同乡, 从小关系非常好, 现在到朝中做官, 然后刘邦就派这个谢公, 到监狱去探望冠高, 见了谢公以后, 这谢公就像平时老朋友见面一样, 给他先寒暄了一番, 寒暄完了以后, 这个谢公就问他, 张王国有计谋佛, 说张敖这个赵王, 是不是他策划了这一次谋杀的事情, 广高说, 你想想, 我犯了什么罪, 我这个罪是刺杀皇上的罪啊, 那是灭三族的罪啊, 现在我的父亲, 我的母亲, 我的老婆, 我的孩子, 我的兄弟姐妹, 全部被都绑到监狱里去了, 只要一声令下, 我们家三族全部被杀, 这么多人都要被杀, 我犯的是这个罪, 我爱谁啊, 我是爱赵王, 还是爱我的父亲, 母亲, 孩子老婆, 我当然是爱我的父母亲, 孩子老婆, 我拿这么多人的命, 说个谎话, 去换赵王一个人的命, 我会这样做吗, 绝不可能的, 这件事情的地确确不是人家赵王张敖的事, 赵王张敖毫无关系, 所以当这个案件发作以后, 当场有很多人, 参与谋杀了很多人, 都自杀了, 当时赵国有好多, 这个参与谋杀案的这些人, 当场都自杀了, 我之所以没有自杀, 一直坚持活到今天, 受尽酷刑, 我不愿意招供, 我不愿意承认, 不改口供, 我只想还赵王一个清白, 我活得的目的就一个, 还赵王一个清白, 说完以后, 他就把他们, 刘邦怎么骂人, 大臣们怎么生气, 怎么策划, 怎么给赵王说, 赵王怎么不同意, 他们瞒赵王又怎么做, 把这个经过全讲了, 讲完以后, 这个谢公就把这一切写下来, 报告给刘邦, 刘邦一看, 确实没有赵王的事, 下令赦免赵王, 赵王给赦免, 当然赦免以后, 这个王是不能当了, 但是他毕竟还是皇帝的女婿啊, 王不能当了, 当什么了, 当侯嘛, 赵王降为侯, 被女婿谋杀, 这是刘邦晚年经历的最尴尬的事情, 因此处理起来, 刘邦当然不会心慈手软, 在吕后的劝说下, 他的女婿张敖虽然保住了性命, 但却被降了几笔, 那么张敖逃过了一劫, 他的部下, 刘邦又会如何处理呢? 这件事情过后, 对张敖处理完以后, 刘邦最欣赏的是赵国国相冠高, 他觉得这个人不简单, 所以他派谢公再次到监狱去, 告诉冠高, 赵王放, 没事了, 案子审清了, 赵王无罪释放, 冠高非常高兴, 他说真是这样吗? 他说真是这样, 确实赵王放了, 他说不但放了赵王, 我告诉你, 还有个好消息, 皇上告诉我, 皇上非常欣赏你, 赦免你的罪, 让你在朝中为官, 还要任命你为官, 这个事儿大家想一想, 冠高可是谋杀, 刘邦的谋杀案的主谋, 刘邦最后的处理, 是让那个主谋赦免他的罪, 而且要重用他, 广高听完以后, 哈哈一笑, 他说我活的, 就是为了洗清赵王的不白之冤, 现在我活的任务就完成了, 我背着一个谋杀皇帝的恶名, 再出来做官, 再给皇帝手下做官, 这活我不能干, 就是皇帝赦免我, 我也会觉得愧对皇帝啊, 所以冠高最后怎么办呢, 冠高是最后在监狱中间, 隔断了自己的这个静动脉, 自杀了, 冠高最后是自杀了, 所以冠高自杀以后, 刘邦非常感慨, 又召见了他这个女婿, 这个赵王张敖, 就问, 说你手下跟着你来到京城这十几个人, 打扮成奴仆, 跟着你一块进来这些人怎么样, 张敖说这些人都是动良之才, 然后刘邦把十几个跟着张敖一块来的这些人一一召见, 和他们谈了谈话, 发现他们全是个个都是很有才华的人, 刘邦立即把这些人, 他的十几个人, 全部任命为郡守和诸侯国的国相, 十几个人全用了, 这十几个跟着他一块赵王张敖进京的人, 经过高祖刘邦, 惠帝, 吕后, 文帝朝, 他们的子孙, 绝大多数都做了两千十的高官, 在这里边留下来了一个疑问, 大家不知道想到了没有, 就是刘邦为什么对冠高和这些谋杀他的人这么看重呢, 这里有他一个道理, 这事发生在高祖九年以后, 就刘邦的晚年, 刘邦到高祖十二年就去世了, 刘邦的晚年特别看重的一种品质, 叫忠诚, 这里边永含了一个很深的一个意味, 因为刘邦的人生即将走到尽头, 大汉王朝今后怎么办, 在整个朝廷的大臣们中间要提倡一种什么样的做臣子的气节, 这是刘邦最看重的, 这个时候刘邦最看重的, 他赦免光高, 赦免了很多忠诚于自己主人的大臣, 就是要给天下所有的臣子做一个榜样, 让他们学会一种品德, 叫做忠诚, 有了这个品德, 提倡这种风气, 那么刘邦死以后, 他就不担心他这个王朝会走向木若, 也有很多大臣会忠实于刘姓皇帝, 这是刘邦不杀广高的最重要的原因, 当然了, 刘邦晚年是一难皆的一难, 就在他侦破了赵国这个谋逆大案的时候, 又一件谋反案震惊了刘邦, 那么这是一件什么样的谋反案呢, 刘邦为什么会感到震惊不已呢, 请看下集, 成败萧和, 谢谢大家。 韩信, 刘邦手下的第一大将, 没有他, 刘邦的称谛之路就会遥遥为期,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功臣, 没有战死江场, 马格果实, 就被吕后杀害, 那么韩信和吕后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? 萧和在这中间又起了什么作用呢? 今天关注系列节目, 大风歌第三十七集, 成败萧和。